33名矿工正在井下作业 突然一块巨石砸了下来 紧接着矿坑开始大面积坍塌 队长老张命令大家迅速上车 直奔矿坑深处的避难所 路上他们遇到了一辆反向开来的汽车 他们想要往洞口开去 可下一秒他们就汽车而逃 紧接着一块巨石砸了 打了下来 当他们睁开眼睛时 瞬间就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这是一块重达70万吨的石头 相当于两个帝国大厦那么重 老矿工说这是山的心脏 因为断裂才引起的塌方 随后他们来到了700米深的避难所 这里只有够他们吃三天的食物 队长清点了一下人数 还好33人都在 只有几人受了点轻伤 一名叫做马里奥的矿工不想坐以待毙 想要爬救生梯出去 可是爬了没几米梯子就没了 原来是黑心老板为了省钱 梯子只修了一小段 另一边矿场老板为了封锁消息 禁止所有人离开 可还是有一名工友跑了出去 随后新闻媒体进行了大肆报道 家属们得到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他们立即来到了矿场 质问他们为什么还不展开救援 可黑心老板却雇了一批保安 拿着枪和他们对质 此时智利总统也得到了消息 总统夫人说那是个私矿 政府没有义务去救他们 可矿业部长却说 救不了也得救 我们承担着道义和责任 33个人不是个小数目 不然会对全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总统考虑了一下 让矿业部长前往救援 被困第一天的晚上 一名矿工饿得不行 于是带头哄抢食物 马里奥直接给了他一拳 他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救援 想要活命 我们必须要仔细分配这些食物 随后众人主动交出了哄抢的食物 矿业部长收到消息来到了现场 情况非常糟糕 山体内矿道已经完全坍塌 根本没法救援 黑心老板说他干了25年矿工 遇到过5次坍塌 一个人也没有就出去过 随后矿业部长宣布暂停救援 家属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 一名家属直接给了矿业部长一巴掌 总统在得知情况后 派了一名地质专家前往救援 经过分析 想要救援只能从地面重新钻一个洞下去 如果一台钻机24小时不停地工作 想要钻到700米最少需要8天的时间 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天差 救援的成功率不到1% 但无论如何都要救 被困第三天 马里奥开始分配食物 每人不到20毫升的牛奶一块饼干 下一餐要到明天了 不久他们听到了钻机的声音 被困第八天 食物即将吃完 每人只能分到一点鱼罐头和一点水 他们把脏水过滤了一下 虽然有点恶心但好歹能喝 被困第十二天 钻机马上就要钻到避难所 矿工们听到钻机的声音越来越近 兴奋地欢呼着 他们拿来了油漆和纸条准备做标记 可声音却越来越远 最后从脚底下传出 他们钻偏了 矿工们瞬间陷入了绝望 一名矿工受不了想要自尽 马里奥跑过来劝他 要死我们一起死 他还有一个即将出世的孩子 想到孩子这名矿工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经过计算 他们整整钻偏了十米 专家认为他们已经没有了生还的希望 于是准备离开 家属们也知道他们活下来几率十分秒 但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他们手持蜡烛不断气道 矿业部长看到这一幕被深深的感动 于是他们决定再试一次 他们重新计算了正确的路线 然后连夜开工 被困地的十四天 他们只剩下最后一盒罐头 长时间的饥饿导致他们出现了幻觉 他们的亲人送上了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 矿工被埋在地下七百米深的第十七天 他们的身体已到了极限 他们瘫倒在地等待着死亡 睡梦中马里奥好像听到了钻机的声音 紧接着冰冷的水滴到了他的脸上 下一秒他就看到了钻头 矿工们用力敲打着钻头 然后喷上红油漆绑上纸条 矿业部长用听诊器听到了下面的动静 立即把钻头拉了出来 他们看到了红色的油漆 总统亲自读出了纸条上的字 我们33个人都还活着 听到这个消息 现场所有人都激动地欢呼了起来 家属们喜极而泣 虽然现在还不能把他们救出 但可以把食物和药品先送下去 随后各大媒体进行了报道 但想要把他们救出去依然是个难题 为此各个国家都提供了技术支持 他们准备钻一个可以容奈一个人通过的 但是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 随着食物源源不断的疏损 矿工们的身体也逐渐恢复 他们也和家人进行了视频通话 被困的第50天 救援队钻到了不明物体 导致钻头损坏卡在了里面 他们需要从别的国家订购大型磁贴 把钻头吸上来 被困第58天 队长老张发现避难所开始漏水 原来是钻头距离支撑梁太近 一旦支撑梁损毁 避难所就会坍塌 于是他们决定在下面进行定向报复 虽然这样很危险 但是别无他法 钻机成功钻出 但是由于爆炸 巨型石头正在迅速下沉 而石头的下方正是避难所 所以要尽快把他们救上来 他们设计了一个凤凰号救生舱 里面有供养系统和通话系统 一次只能救一个人 矿工们需要选出第一个上来的人 因为第一个上来的人风险很大 但也有可能是唯一一个获救的人 他们选了一名年轻的矿工 当升降舱到达400米时 突然一声巨响 升降机卡在了通道中间 随后工程师用力推了一次 然后继续上升 最终成功到达了地面 这是被困69天后第一位获救的矿工 家属们在这一刻激动的热泪盈眶 他们创造了奇迹 30多名矿工先后被救出 队长老张是最后一个 他在避难所的墙壁上写下了 8月5日至11月13日 33名矿工生活于此 上帝与我们同在 地心救援上映于2015 影片改编自2010年的智力矿难 这次营救被称为史上最牛营救 33名矿工被困在地下700米长达69天 最终全员生还 创造了人类营救史上最大奇迹 对于33名矿工来说 他们是幸运的 更加要珍惜生命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 对我们在此之间的